大家好,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林倩美食日记 又到了板栗丰收的季节 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下美味可口的板栗 心赞后看走好运哦 先将板栗用清水冲洗一下 去除表面的污垢 为了更方便让板栗开口 我准备了这样一个工具 免除给板栗切口时用刀或者剪子容易割到手的风险 尽量把开口划得深一些 然后再加入少量清水 浸泡半个小时左右 准备一个平锅 放入少量的水 有板栗一半的高度就可以了 把板栗的切口朝上 放入白糖 开大火煮15分钟左右 带水全部煮干 就可以享用我们的板栗啦 这样营养又美味的零食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 记得关注我们 听说点赞留言转发的人都是好看的人哦 谢谢收看 下期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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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期见